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缴出了35万 这35万搞不好是一生的积蓄 搞不好是从外面的银行所借贷出来的 所以以至于这个35万的负债 造成家庭里面失和的可以说是比比皆是 今天我们同样有两位的一个受害者 其中有一位这个妈妈非常的辛苦 那她不只造成了母子两个人的关系 濒临一个破裂 另外这35万更是借贷而来的 待会我们要来 浩德来听听这位妈妈的一个血泪控诉 好 我们赶快邀请一下我们今天特别来宾 第一位是我们的导演田导演 欢迎您 大家好 另外还有盛梅 欢迎盛梅 大家好 另外我们要特别欢迎两位受害者 第一位是来自桃园地区的刘先生 刘先生你好 刘先生本身是一位房仲业子 待会我们再详细来了解一下 您是如何踏入了南宁诈骗爱的 一个受骗的一个过程 另外我们要特别欢迎的是来自台南的郑小姐 欢迎郑小姐 好 郑小姐呢 我看了一下 郑小姐应该是说妈妈啦 好 郑小姐 您是不是刚下班 是 刚下班 那她刚下班以后呢 远从台南坐车过来 还不是坐高铁 也不是坐火车是不是 您坐了多长的时间到台北 快五个小时 快五个小时 因为呢我们的郑小姐为了省车钱 所以她选择了一个最慢的一个方式 来到台北 而且她刚下班就马上赶过来 你一天工作几份工作 平常是大概两份 白天一份晚上一份 所以要打两份工作 如果有闲暇的时间 她甚至有哪个地方呢 有工作她就去做 为什么那么认真的工作 因为身上背得在 然后小孩子也有扮学代 所以跟我儿子是相依为命 所以去第三趟之前 我把工作辞掉没有收入 那个压力是非常大 大到有一点真的很想不开 然后跟儿子之间有发生口角 所以关系之后几乎是变成是 求助无门 很难过 所以变成说也要靠自己力量说 赶快去找 有工作我就做 那妈妈在南宁诈骗案当中 其实付出了一个 非常惨痛的一个代价 刚刚妈妈有特别讲到了 甚至造成儿子的一个不谅解 我特别问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郑小姐的一个关系图 骗你去的人是吴小姐 那这一位是郑小姐 我先问一下郑小姐 你是怎么样跟这个吴小姐认识的 那他们怎么样把你拐骗到南宁 我其实跟吴小姐还有林小姐 还有吴先生的姐姐 我们其实在同一个工会 一个职业工会里面认识的 算是一个小群组这样认识的 那因为前年发生一场意外 我受伤所以工作是停顿了 那个护建做了将近十个月 这一阵子是几乎没有收入 这只有靠我儿子是 有一份没一份的那种收入 所以是经济很拮据 那我以前有小小做定期定额投资 所以变成把它都解约掉 都把它数回来 然后到去南宁的时候 才变成踏进这里面 又去跟银行做倾贷 所以变成回来压力很大 然后儿子又觉得说 你自己欠重内途 做到这样起来 你去台中 人家叫你拿钱起来 那是人民票 那不是台票 你骗台湾不骗 还走到台中求助我们 你说你那时候是参加一个 叫做厨师的工会 厨师的工会也是从设施 这吴小姐跟林小姐 这厨师的工会那时候是什么外丁 你可以设施赢了吗 我们是去租我那些独居老人家 是都义母的 义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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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乌己乎心的 那个是很有爱心的工作啊 对啊 所以你又设施赢了他们两个 那时候他们两个 都跟你连六条 因为当时 林小姐跟吴小姐 当时她的关心我 那个义娃身体有点好吗 所以说要带我去散散心 买去台中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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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我说没那么好 所以那时候就是利用工作 那时候我还有工作 如果利用控档的时间播出 那个那段时间七天跟他们去 去大陆旅游 我一直以为说我是要去台中买的 我不知道是他们是设下的局 那他也是说是去游戏或是去游戏 因为我说他们要先去那边收资金 我说 结果他们两个我都设施 他们常是在台中可以做生意 还可以收资金 不然来看看好了 那他有跟你说收什么资金 没有 因为说是在那里有做假 自助餐店 自助餐对 然后我就是跟吴小姐跟林小姐 还有吴先生的姐姐 我就说 不然他们也会说 我们可以论流去那里去几次 那里到够店 这样也是可以算 算这样 他就打那一个月的薪水多少 那他要去游戏 他有这样跟你说过吗 有这样 所以那时候去的事情是说 一个原因是说要去旅游 另外一个原因是说 那边有一个老师 要去那里 收资金 那里像那里做老闆 去那里顧店收资 对 季雪我帮她补充一下好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妈妈 她有点激动 而且我刚刚了解一下她故事 我真的好难过 我觉得有的时候 你真的是趁人之危 导演也是被趁人之危被骗 这个妈妈她有三个孩子 那她单亲 因为她自己一个人 带她儿子生活 她生活已经过得很不好了 她其实在餐厅工作 她很有爱心 所以她加入这个厨师工会 就是利用闲暇的时候 还去帮忙送餐给爱心老人 你看她多有爱心 她是因为这样子认识 那个林小姐跟这个 她的上线的吴小姐 吴小姐 这两个人 可是可恶的就在 她因为其实收入不多 她又出了一个很大的车祸 颈椎受伤 她有八九个月是没有工作的 瘫在医院的 那这两个人假好心 我也不能讲假好心 总之就是去看她 因为单亲妈妈没有朋友 就跟她说 你现在又没有工作 我跟你说 在大陆很好赚 因为我在那边开了一个自助产典 我一个月收租金就够了 你现在这个状况又这么惨 对不对 你跟我去散心 顺便跟我去那边找工作机会 都没有去想到她已经到谷底 还要骗这样的人 所以她就跟着去 所以为什么她刚刚一边讲一边哭 所以当时其实真正会吸引那个 郑小姐去的应该是想说 找机会 找机会嘛 就是说那地方的话 有一个租金的 这个投资的一个机会 然后那时候又车祸嘛 那时候都要 你又跟她去 你那时候跟她去的时候 不知道说是去南宁 不知道 但是有一点 因为我是她给我收我的付照 台宝镇也是来给我扮的 所以付照到台宝镇 没在我的身份上 我们是离到小冠基点的时候 去买登机证 她看到我用英文拼音说 我们要去做 要去南宁 南宁是什么地方 我也听过 结果他们当下三个人脸色 很奇怪 我也说奇怪 我们要去买证 怎么听到南宁就要怕死 因为感觉我有先去 去做这些 其实我台宁没有去过 我不知道 你也没去查过 你也不知道 我也是不知道 好像是你拼音 不小心拼出来 但是就很急 南宁我们的南宁 我们的儿子跟我通电话 因为他是用他的台宁的信号 跟我通电话 我大致就跟我说 你跟我打到我说 我在广西南宁 他把我电话就抢去了 他们把你电话抢走 因为那支电话不是我的 是我的上线的吴小姐照的 你一讲到南宁他就把他抢走 对 会觉得这个动机怎么会很奇怪 好像说你们这三个是在变什么 你当时有觉得奇怪就对了 当下会觉得怎么会这么 然后我讲说不要再说 他说那种工赛人就不可以这么说了 我们待会去找他 你明天才就知道了 他说马赛就知道了 但是我感觉说 因为我们这个艱苦人 我也感觉说要建在那里 我感觉很不可能 我们第一个人生不熟的 可能也感觉没有人卖 我感觉这点是我做不到的 但是他都让你去看高楼大厦 所以我原先也一直 我也连续说去那里 是要做餐饮类的 对啊 你那时候你有没有问他说 自助餐的造金店是在哪里 没有 他都没有说 但是有带我去吃 我说那间店叫什么 我们叫你不跟过 不然我叫米哥 所以他的名字取叫什么跟过 真的是 台湾元开的吗 是你也吃了吧 不 台湾人开在宜景院旁边那里 后来飞第二趟 他已经店收起了 对 你第一座的时候 你看到那个三米网口那个店 你说那个店是开的吗 在宜景院头前那里 那你住在宜景院 附近 对 我第一座是 你第一座是住在宜景院 这边 也是一样 这边宜景院 宜景院有很多人住了 你看到南宁的建设发展 你说要去游山湾水 有去玩 因为他说 高路就说我阿嬷军这样 所以他只有坐我们去 不过第一天有去北京 东兴看防城港那里 防城港那里也是看厨 中越边境 对啊 对啊 他也说坐我们去看厨 都奇怪看了看 如果是这样说到厨 我如果不在那里买房 就好像在那里面说这个很奇怪 你怪怪的 我们在台湾就已经 出款就在落得很辛苦了 对啊 你家一定不会买啦 不过那当时六万九千八 你当时最高的时候 他有跟你说 其实说真的第一阻企 听不懂 他说在发圈圈什么 在防火 好像听到一个防火 然后说什么可转让可继承 然后什么 我会说 这回来让我考虑一下 其实他们在说这个 所编会时都有说 你们要认为这是诈骗 吸睛 老鼠肺 不是 也什么东西 我们其实 说真的也是要说 懵懵懂懂 没说清楚 其实新人第一趟去 他完全 几乎可以说百分之八十 听不懂讲什么 他在那边画葡萄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就是知道这个 就是老鼠会的模式 他们有的低趟去 他怎么一带三什么的 低趟去 尤其是有 比较有年纪的人 他其实低趟去上了课 他磨磨磨磨磨 说真的 是接下来什么 就是刚刚那个大姐讲的 各自在两三个在 在私底下给他洗脑的时候 但是你太单纯了 我举例一下 那个林小姐她有带她儿子去 她儿子是在电子业 那我稍微有带她开钢轨 我会觉得说在台湾很可能 尤其是南部 有点是22K都不到 我自己的想法是说 我感觉我痛苦一阵子 我不会让孩子痛苦一辈子 我的想法是这样 我感觉我痛苦一阵子 今天35万 我说比我还拚五年来 行刑这个借物 这样 我也觉得说 有时候在那边跟他洗脑 他是用这种投资起来 让下一代不要在台湾 又有一餐每一餐 那种工作起来 郑小姐 那当时你去这间 你家的又有负债了吗 有了 有买300多万的 350万的房贷 房贷 房贷 还有另外一个 因为刚刚有特别讲到 她是一个单亲妈妈 所以她还有一个小孩子 有一个住学贷款 那个住学贷款的话 小孩子在帮她付 也就是说家里面两个人 两个人其实都在付所谓的贷款 所以对他们来讲的话 经济压力非常的大 但是郑小姐 你知不知道 你的那个经济压力 你刚刚讲的那些话 也变成你的人生的弱点 人性的弱点 听来说你6万9千8万 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你后来加入了是不是 对 他也是说在签那种 那个什么 自愿申购书 申购书 在台湾他们 那个老总 我可以说老总的名字 对啊 行业面可以说 那个老总叫万保 是万保体系 就去他们那家 我还要知道万保 跟吴先生 他们可能是亲戚关系 好 我简单讲一下 就是后来第一趟去的时候 郑小姐其实呢 最后的第五天的时候呢 你就已经签了 那个所谓的申购书 在他们旁边的一个怂恿之下 你就签了那个申购书 你当初是怎么种质的 我去教肩舱借信贷 有利息很长 因为要短期借到这个钱 真的只有信贷 你怎么知道要去信贷 吴小姐跟林小姐有跟你说 你如果没钱 你要去给银行信贷 他有帮你帮吗 他们说他们自己都有贷款 他也是帮贷做这个 他也是在贷款 他有帮你帮吗 有拿名片给你吗 没有 但是他们都说 从爱资金到位去借钱 反正你就想尽办法拿了 那个35万对不对 好 35万呢 你筹过来了 然后跟那个银行借了35万以后呢 这个现金你怎么样转交出去的 那个吴先生开车 载吴小姐来我们家 去高雄万博的银岛 银岛有两台很好的车 一台好像类似像 因为我对车没有知道 好像像法拉利 还是那种名贵的好车 好 两台 一台比较好 一台可能开车 你筹是马上交给 当民交给 万保老总 他们家还有减有数超级 什么 真的 他家还有减有数超级 他们家里有数超级 应该不是只有他去缴钱 所以经常有人过去缴钱 他本身是他们这条线的老总了 他底下有好几条线 人拉进来要交现金 他就要点钱了 很多老总的家里都有点超级 那是正常的 可是很少听到说 到老总家里面缴钱吧 有啊 我也是到老总家里缴钱 对 你也是到老总家里缴钱 甚至还有老总去到那个 那我问一下那个田岛 你那时候后来发生有异状的时候 你还有到那个老总家里面 去要钱吗 没有 要钱就直接告了 来 我问一下 郑小姐 你知道老总大台 也知道他的名字 万保老总 知道他家在哪 我明知道都知道行业名 你有去到北要投钱的时候 有去老总 因为你高级高那边 你去到北要投钱吗 不是 我是觉得说 这些人我都不爱放 我是觉得吴小姐坐下去 我真的坐吴小姐 你在这儿找吴小姐吗 对啊 你钱高出去之后 都会听说你第二招又去 我先问一下 你总算去整招 我总算去第三招 但是到第三招我就费面了 好 我先来说第二招 你三 这个三十五万交出去以后呢 你第二趟去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因为第一趟回来 我娘说你去哪 他都说三不说 都不敢去 然后在家里都 很多钱嘛 我娘说你回来乖乖 去哪里乖乖 你又不说 你去七天乖乖乖乖 他说你真的乖乖 所以乖乖有时候就变成是在冷战生气 然后有一次你也告诉我 哥哥不说你 你跟我来看看 不常有那个 你能去那里做行李 你帮我帮我看看 要说做什么行李 有个说安裝 他们高了 因为我去2月份的时候 那里就大了 那里有在落后 那里都是黄泥巴 所以很多县乖乖乖乖乖乖的 我说 聽說去洗車這個應該門檻比較短 他說如果洗車不好不然他去看看 是這樣騙去的 騙去的那個時候 因為我們要搬那天 他之前不知道我們就有點小口角 他本來不想去 中間不想去 你知道到半個月十二點或一點都不回來了 我說媽媽那張機票的錢 你當作之後你自己去就好 我不想去 其實如果說他要去我電腦要感謝我兒子去看看 他可能我們兩個會這樣沉澱下來 他要說媽媽你騙他 那時候他知道你賣35萬了嗎 有 他就是賣35萬 我有給他賺錢他就很想去 所以才會口角 口角之後的話 他真的要說你騙回來 有時候做到三分工作 沒辦法有時候一天睡不著四點 人家跟你騙你的錢 碰他給人 自己這樣不敢這麼不敢 所以他也說他 他也覺得很心疼他 真的很心疼 其實我也要跟你兒子講一句話 因為我剛剛聽那個鄭小姐在講 你會想要投資至30萬 也為了要讓你的兒子 未來有一個好的檢討 其實兒子你不要去怪你媽媽 還是以往騙你是 是另當別論 所以那個兒子也知道說 你35萬找出去了 我覺得兒子第二趟呢 後來有沒有跟你去 你剛剛有講說小孩子 不是後來講說 他知道了以後 他其實是有點生氣對不對 我們飛第二趟那一天 在澳門的時候 其實行程到第一趟是 完全幾乎課程什麼 幾乎是一模一樣 包括去到七頭去澳門去到七頭 去對達對達的點 所以我還覺得奇怪 來想這個 其實我還聽不懂 我都聽不懂 但是我們在飛第二趟 那第一天 我們去澳門 時間飛機有延避到 所以在澳門 我們在看訊息 那一天就是 剛好就是台北捷運站 那個什麼政節發生的事情 那天 所以我們延避到 晚上我們到那邊 那個住的地方 沒有水 沒有電 沒有電 沒有水 所以我前一晚 跟我兒子有點鬧翻了 我上去沒有睡 那一天在那邊 又沒有水 所以我們等於折騰兩天 沒睡覺 所以 他要來搭 來晚載坐車 我們兩個在車上睡到病 都不聽 然後不聽 上去來 沒有上課就開始在講說 什麼西部大發 他聽都沒有 我也聽不 第二趟還是聽不懂 還是聽不懂 好像知道 有一個6萬9千8萬 多少多少 所以 會覺得 你自己跟人在錄 就說對 我好像很傻 我會覺得 有笑笑說 這樣不對 起來 錢很難賺 還要去 還要等這個政府 實在很重 你那時候 第一次住的時候 你去的時候 你住的地方 沒水 沒電 你女兒想去 沒電 沒電 沒水 沒水 有電 沒水 你們女兒覺得 怎麼家裡 連水都沒有 他本來說 這什麼鬼地方 不然他說 我們剛才 坐車的時候 有看到很多地方 飯店 他說 走走走 我們別人坐坐 我們家裡外面大 我就怕 我跟吳先生說 你要怎樣 他會覺得 我會第二季 第二季 覺得小革館 軟靜起來的感覺 因為我們第二季 都不會 同坐在一起 12的人 7的人住一間 我們5的人住一間 你怎麼住一間 他說 五湯 這樣起來會軟 然後你家人生背不熟 五湯 所以我們病人也是忍耐 也是這樣子把課上完 你們所有的政見呢 政見也是那些 讓他拿去 所以你們台包針 都沒有在城區 沒有 都讓誰人收去 他們兩個 吳小姐跟林小姐 對 讓他們兩個人收去 所以你跟你們女兒 要走也沒辦法走 你要去住飯店 也沒辦法住飯店 對啊 那你就形同是被軟禁在那裡 我會感覺 保安鴨子 你們女兒那時候有感覺 沒有啊 他也感覺說 不知道在被軟禁 他感覺說 來接大家 因為 我沒有出發前 有稍微有透露說 要去南陵 他就知道了嘛 錢也夠了 他就是我知道 所以他心裡頭 也是想說 我要去看看 替我媽媽看看 到底是在被軟禁 對 對 在第一次做的時候 你兩個後來 在那個房間裡面 他有沒有吵架 沒有沒有 都沒有吵架 但是小孩子臉色很好 我知道是臉色很不好 對 對 有感覺到這個時候被騙 你那三十五萬 已經被騙了嗎 嗯 他當初告訴你 我們回到台灣的時候 有一次醫療說 媽媽 因為他的年輩 都年輕人 實在沒錢 真的沒錢 因為 老大被騙起來 沒錢 還說要去找朋友 做什麼 說真的我們如果做不下去 我們自己在上面是受害者 靠過去到害人 對 所以 他有話說 我感恩在台灣打拼 我不要去背那裡 嗯 對 我也覺得說 可能我們真的有故意 而且我去那裡吃不下 他又減又有 我吃不下 我也覺得說 那裡我也不會 我不會去背 因為我感覺說 我自己的身體狀況 我沒可能常常去背 嗯 一般這樣 你兒子已經把你蓋成這樣 也叫你說不通害人 那時候聽說 你有去找吳小姐 上線的吳小姐 那是背第三週的時候 對 你第二座回來後 你兒子已經想起來了 已經跟你說 這其實不能做 對不對 你一頓去找吳小姐 吳小姐還跟她說 你一頓還要再教育嗎 在中間我們要去叫什麼 左學席 轉學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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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我們邁車要邀約 因為我們不會有錢 不能說 要去鋪陳 要去做現象 我也不知道什麼叫做現象 例如說 我們經常去背 我說我們自己 我們自己有工序有頭路 在做 你可能會花那麼多次 花那麼多天的時間去背 那一禮拜 所以真的到第三次 我真的沒辦法 是真的死頭路 死頭路 去到那裡 我到第四天 我就站不住了 因為第一天背下來 練習上三天的課 我就跟其中一個老師說 你們說的 其實講的事情都是大同小 一個做現象 要經常去背 就是這樣 我 這個 說什麼 其實是沒著良心 在說那個話 我覺得我做不夠 沒想要聽 因為我們第三次 住在萊英府那裡 李儀錦月也是那裡上課 他們有坐公車 所以他們都 不是都要坐客人車 我自己覺得說 都在那裡 把你倒分擔的 計程車錢 我自己 要背第三次 我自己帶乾糧 帶米 帶泡米 帶罐頭 就是第三趟的時候 你覺得那個花費很多 所以你自己在行李裡面 裝了很多很多的糧食 帶過去中國大陸 帶到南寧那個地方 就是希望不要花那麼多的錢 我真的不是這樣 結果沒有想到他們 你們坐車的時候 每次都坐那個計程車這樣子 要付錢這樣子 坐公車一塊錢 從萊英府坐到遺景院 坐公車一塊錢 坐計程車要17塊 鄭小姐她本身在台灣的經濟 就不是很好 這筆錢又是去借信帶來的 她想省一點錢 結果沒有想到說 跟他們這些上線要出 從萊英府到遺景院 他們去聽課程的時候 他們都要坐計程車 然後就叫你要分攤 對不對 所以第四天 第五天 他們去都不愛借我 我那個門禁卡 我那邊也不會走 我在那裡過兩天 我在那裡看電視過兩天 我也不會走 怕說放棄 阿三湯是算走學習的 轉學習 結果你去不去 我也覺得好不好 我沒有去把他們站起來 我那兩三天 我其實在南嶺 我在南嶺那邊哭 我躲在那個房間裡面哭 我說 我真的頭部稍微有破棄 來背到這裡背三床 來到這裡什麼都沒有 錢也沒有 我會覺得說 我是怎麼會比 我台灣好好的工作還辭掉 結果那時候會哭說 我工作辭掉 我的下一餐 我的工作 我的收入怎麼辦 我是在南嶺 躲在房間哭兩天 然後那時候 然後第三趟的時候 後來有用到LINE裡面 那個叫翻牆 所以有LINE 我有跟我兒子講說 我好想家 他就說媽媽 你怎麼了 所以那一句話也剛好出動 我就真的是在那邊哭 一定很崩潰 對 回來是 有時候真的 我會跟孩子說 因為錢的事情 真的是貸款壓力很大 會想不開 所以我有傳那個LINE的簡訊 跟吳小姐 阿謙說 有時候說 我載不到 貸款壓力壓得我好重 我下一餐不知道要在哪裡 我很擔心 所以到去年十月回來 只要我工作我都去做 我都是正當工作 我都去餐廳 所以我不知道 我一天做要十五點錢 那是第三趟回來之後 你第三趟 我以前幾十年前 我就都這樣做了 你第三趟 那當時 在那家裡的官員 剛剛在那邊哭的時候 你那當時你哭的時候 你已經知道 你那三十五萬已經掉了 還是說 還是你還是抱持著 有一些希望在 因為我感覺我第三趟 我不會去騙人 因為剛剛 拿錢那三十五萬 剛好讓我看清楚 就是拿錢一本上面的人 對 第一趟 第二趟 他還不知道 以為真的這樣走那個組織 你第一趟的時候 那當時你又覺得怪怪的 然後回來以後 你把那個三十五萬繳出去了 第二趟呢 其實是 這個上線連孔帶騙 然後希望你去騙你的兒子 因為你的兒子極力的反對 叫你兒子也走回去看 然後那當時你也騙你兒子去 不過第二趟回來之後 你把你兒子都已經適合了 他不是都已經想起來了 為什麼你還要嚇第三趟 我也跟他說 沒關係 我去看看 真的有 不然他也說 那是可以說 可繼承 可轉讓 不然我就換 他也是在說 可以繼承 可以轉讓 所以你當時想要轉讓 讓你兒子嗎 因為第二趟就想要轉讓 第二趟就想要轉讓 第二趟就想要轉讓 我不會做 其實他們這個轉讓 有一點語病 有一點騙 所以我們第一趟 第二趟 他跟新人講的是說 可繼承 可轉讓 但是轉讓 他沒有講清楚 轉讓是你自己 還要再去找一個人來做 並不是說 他講的意思是說 你如果不做 我們可以幫你轉讓 可以一語雙關 沒有 那老總在說 你若是一隻 牛的人 是一隻大石頭 不燈不燈 他會自己找人 叫你 對啊 他一開始就是這樣跟你騙 你如果不做 我自然可以給你轉出去 因為你不做 你當他一隻四隻頭 把我董在那裡不燈不燈 我沒辦法發展下去 所以我會找太棒了 把你轉讓掉 是不是第一次這樣跟你說 正當你說要轉讓的時候 他會跟你說 你自己要找一個人來轉讓 這個語病 我所謂的語病就在這邊 所以就出在這個糾紛 就是轉讓繼承 其實我說實在的 他都已經是騙你的 你還要相信他怎麼 可不可以轉讓 可不可以繼承 他講話都是騙人的 他講話都是騙人的 因為他就是要從你手上 把那個35萬給拐走 可是聖小姐 你這個問題是 有很多人是用自己撕房錢 他是去信貸 對 他最可怕的地方 就是本身自己已經有債務 為了讓家庭的生活 要更好一點 他自己本身去信貸 如果要你這些錢 你怎麼行 你又去檢查那些工作來做 所以才說 我每個月一定要起碼 我自己想說 我一個月 我自己要差不多四萬塊 那你要做多少工作 真的 你現在一天睡幾個小時 我現在想因為台南 因為蚊子那種疫情 有多少少 但是我也覺得 老天可能給我們一口飯吃 我們就做 所以 就有工作 人家說要做洗碗什麼 我都去 我現在去火鍋店 就刷鍋子 六個小時六百塊 洗碗 刷鍋子 十萬 因為五個小時 尤其是冬天 他那些都 生理很好 都卡 跌好多 都跌在地上 當然他就是 他去那三號 五點上到六個小時 十一點 最後才會知道 就是七個小時 因為那個清潔工的工資 會稍微比較多一點 但是是非常的辛苦 對 那小孩子跟你現在 目前的關係呢 因為他一定是 兒子有沒有稍微 他就說我 阿波回家 回家 還要做工作 他不需要跟我交流 他說有時候 我們回家 沒有說一句話 他知道他回家 他不需要跟我拆 我不要拆 在時候我要出門 他在睡 阿波回家 他也不敢好拆 有時候病人說 我們會說回家 煮晚上回家 是東西 趕快吃 簡單吃 對於那個南寧的 你讓人騙去那三十五百 他現在可以比較示範一點 他也要說 要去找你上面 好好的說 看怎麼拿出誠意出來 真的 我跟他說 現在你兒子有跟你說話 有 有 但是 有時候還是 不用說 沒有說 沒有說 他會說 我知道他心疼我 但是 因為我 我今年 我疼得太勞累 我還有住院 怎麼了 就有點小中風 醫生說 問我說 你是不是壓力太大 我說 對啊 壓力很大 但是 現在就比較會釋懷 現在就說 今天要休息 就要強迫自己休息 不然 沒辦法 倒下去看 孩子要怎麼 對啊 其實我聽到這邊很痛心 對啊 鄭小姐 所以 我在台灣 應該我們也沒有見過 在藍林也沒有見過 因為我大概 跟你了解你的情形之後 我知道你是後面才去的 但是呢 你這條體系 我聽起來非常的熟悉 第一 台南的廚師工會 那我現在就要跟你講 你是不是聽你上線 在說機會 這兩句 有 那個吳小姐 他有說他有機會 他又說機會 你那裡有買房子 來 我 真的要跟你們呼籲 鄭小姐是一個 艱苦人 你們這些人 我都萬人 機會老總 你很深 你很資深 你很好過的人 這種人不要騙 錢肯定行人 包括帶你去 阿翟嘛 阿翟你應該要上過我的課 這都騙人 你也繼續騙人 高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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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翟你去阿翔嘛 阿翔 我都叫阿翔子 你們可以去騙 你們有材料去騙 那些人稍微有經濟 鄭小姐這個情形 你們騙這個沒有意思 你們大家都比人家好過 餐廳開很大間 機會老總 你也是在做宴席裡面 在吸火 在吸水果 對不對 你有聽過這個人嗎 我聽過但是我不管 你的體系 我聽到這個比較熟悉 田導你剛剛講的幾個都是代號 一個是機會老總 一個是阿翟 另外還有一個阿兄 他們全部都是廚師工會的 都是這條線的嘛 他們也全部都是廚師工會裡面的人 等一下我先釐清一下 是不是全部都是廚師工會 你講的這幾個人 是不是廚師工會裡面的人 就是我的那一條螃蟹 該不會你騙了很多人 當初我在那裡的螃蟹 那我再問田導 廚師工會裡面 到底有多少人被滲透了 我遇到的就一堆 我記得我在節目中講過一個 插佛素食館 他也都在做宴席 那你說廚師工會是哪條線 也是同一個線嗎 最上面就是那一個 就是那條線 下來才機會 他剛剛還講到一個代號 叫做萬保老總 他錢交到萬保老總那邊 這都後面 因為高雄跟台南是一條線 也是廚師工會裡面 對 高雄小港嘛 這個很要不得 我們台灣很多很多的這些工會 這些工會裡面的人 到底有多少人被滲透過去 現在我最莫名其妙的就是說 為什麼他們這種 在社會上他們的收入 跟他們的經濟來源 都這麼惡劣的 比較說沒有辦法跟得上 一般的中產階級 為什麼這些人你們也要騙 而且你們這些老總 都是很有錢的人 你們幹嘛去騙這些基層的人 我覺得他們很莫名其妙 人家都是艱苦人 你知道嗎 你看 單親媽媽還帶三個孩子 他們孩子還有住學貸款 本身還有房貸的壓力 結果你們又去騙這些人 這些人本來又已經是艱苦人 你又去搖他的錢 來 鄭媽媽 小孩子到現在目前還沒有辦法量解你 小孩子目前跟媽媽的關係 可以說到冰點 為了這一個35萬 媽媽還去借貸了 好 你說你要直接找那個 吳小姐來鎖討對不對 你的上限就是這個吳小姐 你這邊有沒有話 要跟吳小姐說的 我們給你時間 來 這邊有她的一個照片 好 來 告訴我們大家一下 哪一個是吳小姐 這個 好 所以騙你去的人是誰 我都叫阿卿阿卿 阿卿阿 就是這個吳小姐 就是這個 你有什麼話要跟吳小姐說的 你直接對那個攝影機 你直接說 阿卿阿 我們都是艱苦人 尤其我真的在這裡不好過 你也知道說我 這樣上兩棚 一張以外這樣 上他收入是中斷的 我也是說靠自己這樣 趕快打拼的可以這樣 身體恢復起來 我也是在認真地討論 我不是說 我也是說 天下吊菜來這裡的錢 不是啦 我也是這樣 艱苦過 我希望說 拿出良心 把這些錢看 你好好說一下 這樣行為 不然我真的都 很想不開 你怎麼把小姐變成這樣起來 拜託阿卿拜託一下 好 我們希望電視機 前面的這一位 如果你有看到 或者是周圍的鄰居看到 他叫阿卿 那在這個南寧 從事不法的一個 詐騙的一個行業 希望他能夠 把媽媽的錢還給人家 媽媽有一家子的人要照顧 另外媽媽 你有沒有話要跟兒子講 兒子其實在這過程當中 其實我覺得他扮演的角色 非常的不錯 他有阻止你 是你自己要跑過去 他甚至跟你講過一句話 他說 錢都已經在拍攝了 送去給人 哪有這種事 你有沒有話要跟你的兒子說的 兒子我做錯了 但是我會覺得 我們也是要 趕緊把這些錢 走起來 我們的壓力比較輕鬆 我也是希望說 我們兩個人 這樣打拼整個家庭 我當初的出發點 也是想說 可以說 讓你 我們痛苦 這樣三五十 可以說 生活比較好過 不知道說 我們這是被人騙去的 請你可以體諒我 兩回事 我也知道 你做體諒媽媽 會痛苦 不要把我倒去 我會覺得 你會好心理的 小小的心意 我知道 我會體諒到 好 我希望那個 鄭小姐的小孩 那媽媽已經做錯事情 在這邊也跟你說 道歉了 那事情既然已經發生的話 我覺得兒子的 做兒子的 應該要站在媽媽這邊 幫著媽媽一起來 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也幫媽媽一起去找這個吳小姐 不要讓媽媽直接面對 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而是說我們家裡面的人 一起來面對 我們家裡面的人 一起來跟這個吳小姐 以及這所有的步伐 跟他對抗 然後把這個35萬順利的要回來 先休息一下廣告過後 我們再來聽一聽 這位也非常的年輕 他從事的是一個房仲業 沒有想到在去年的時候 也曾經被騙到南寧區 休息一下廣告過後 我們再來聽聽這劉先生的故事 我們已經到達了 接下來 就說我們到了